講到這個流行性疾病 最需要被講的 大概每年都會見面的就是流感 那流感這個東西 有的時候這一年小流行 明年大流行 就是看多少而已 那今年其實有的時候 甚至連醫生已經 打過流感疫苗了 還得流感 那我們就真的傷腦筋了 本來醫生的人力 就已經比較少了 結果偏偏病人的人又變多數 我之前曾經遇過說 第一個進來是流感 小孩子國小二年級 然後媽媽就直接探頭出去說 來...你們兩個也一起進來 在外面其實雖然說 全身痠痛很疲勞 小孩子還是玩得很開心 所以二號跟三號也一起進來 然後也一樣是發燒 也一樣是輕肉痠痛 那我就乾脆 因為他們願意叫進來 我也覺得跟他們講無所謂了 我就告訴他說 第一個人驗出來是流感 那就表示有接觸了 你第二個症狀也像 第三個症狀也像 其實你不用再檢驗了 都是流感 那一個晚上 他們班上 來看病的有四個 四個都是流感 然後所有發燒的檢驗起來 有八九個是流感 就流行就大流行 我們只要一看到你發燒 只要一看到你肌肉痠痛 我就說 這最近大概沒有別的病了 這個學校最容易的對不對 對 後來隔了大概五六天 他在回來追蹤的時候 我跟他說 班上到底有幾個人 他說班上有三十七個人 結果有七個人是流感 其中有一個 因為高燒不退 已經去醫院住院了 所以我就說 如果有流感疫苗 可能能打還是打 因為人家說打了流感疫苗 就算你得了流感 出人命的機會比較小 那如果你得了流感 這個 呼吸困難 呼吸急促 臉色發紫發黑 高燒持續 那就是重症的前兆 還是要去醫院比較放心 像我今年就有一個感覺 因為我在錄影的地方 比如說我就 今年選手 唱歌選手 十個有八個都感冒 小孩子 六個有五個是感冒 然後我出去外景 也是要跟大家握手 群聚這樣 很多人都感冒 我周邊都在感冒 可是我可能是去年 有打了那個肺炎鏈球 還有打那個流感疫苗 所以今年 要不然我膝蓋是處在 很危險的環境 對啊 每次訪問別人 這個人就是感冒 對 就是有一次 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我在站展的時候 然後因為站展都會很多人 然後那一次我就感冒 我就 然後又頭暈 然後也有發燒 很不舒服 然後我就去看醫生 但是我去小診所看 他說 你這只是普通感冒 叫我不用擔心 他就開了藥給我 好 我就回去吃 然後就吃完之後 可是我還是一樣 就是症狀都還在 而且越來越嚴重 然後後來我才知道 我同事他就跟我說 他是B瘤 然後我就想 完蛋 我該不會也是B瘤吧 然後我就 轉到大醫院去做檢查 然後一做檢查之後 就做快篩 就確定是B瘤 然後結果因為拖有點久 然後而且就是一直咳嗽 咳得胸很痛 咳到背也痛 而且又咳血 我就有跟醫生講 然後醫生就安排我去照X光 然後他結果一照 肺炎 好 直接住院 然後 對 我後面的工作 就是全部都沒有工作了 然後後來我就請媽媽跟姊姊 因為他們有打疫苗 所以就是他們可以來照顧我 人家也不敢讓你來工作 對 後來我才聽說 原來那一個就是在那一次展 有很多很多 我們的表演女生 大家都是B瘤 所以就是大家可能這樣子 相互傳染的 對 那個妳說要群聚感染 有一個病原體進去就是感染 而且我那次就直接就住了八天 對 住了還滿長的 不過恭喜 妳現在有免疫體的嘛 這樣算嗎 那有什麼疫苗 我剛聽了頭到要打 不是 妳生完病之後不是 不會 不會 它那個抵抗力 它沒有辦法就是長期保護 因為流感病毒 它其實是一直在電疫的 我們人不是越生命越強 越生命越強 沒有 所以變得是 你看現在流感疫苗 它是建議 每一年都要打 而且每一年 它的流行的那個病毒株 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看 它就會流產說 你要打就要連續打幾年 所以大家會有一個誤解說 我今年打了 明年沒時間打 後年打這樣不行嗎 不行 不行 流感每年都會變異 就是它其實世界的免疫學家 研究流行性感冒的人 他們都會有一個發現 流行性感冒那個飄變 就它突變的 所以你打了要一直打 對 它每年會預測 今年可能會有哪些突變 所以今年的疫苗 就會在那些突變的 那個序列裡面 去做新的疫苗 對 每年都要打 這是希望全體當中 有一部分的人 打過這個疫苗之後 會有一個所謂的 就是我們一群人裡面 如果大家都沒有免疫 那個流傳速度就會非常快 可是它達到一個一定量的人 有這個抗體之後 那個病毒的流傳的速度 它會用一個數學來演算 它就會變慢 然後就在某個地方就會斷下來 不然的話 那個每一次流感就會大流行 因為過去歷史上 有幾次的大流行 很像1918年那個 世界流感大流行 那是在二次大戰後 死了全球大概死了四千萬人 一次大戰四年 歐洲戰場才死八百萬人 但是那一年之內 還不到一年了 就是大概九個月的時間的流感 從歐洲 他們叫Spanish flu 就是從西班牙開始 然後那個二次 一次大戰的美國軍員 回到... 回到波士頓 波士頓就開始流行 那些人再回到他們的那個故鄉 回到那個中部 中部就開始大流行 全面就大流行 那一年歐洲死了 人家美國死人 總共大概死了四千萬 對 所以你看那個電影 他們不是打噴嚏說 神祿祝你 說上帝保養你 其實打個噴嚏幹嘛 上帝保養 以前只要打噴嚏 大概你死就沒有 怎麼打噴嚏就死四千萬 打噴嚏 要不留死 對 剛剛講那個肺炎 在... 在抗生素發明之前 你只要得到肺炎 就是絕症 對 大概在兩個禮拜之內 都會死亡 也就是在一九四零年代 之前 這前三名的死亡 第三名就是肺炎 像我自己 我自己是之前 就是兒子剛... 大兒子剛滿四歲的時候 那時候就有一天 我就去接我兒子 然後那時候我的小兒子 大概才四個多月 然後我就開著車 然後去接我的大兒子放學 然後小兒子也在車上 然後開著... 我的兒子就一直跟我說 他不舒服 那因為有時候小孩就是 輕輕碰到也說不舒服 可是他就是沿路就一直說 他真的很不舒服 然後我真的很不舒服 他說真的好像不對勁了 我就好 先把車子停在路邊 然後就先去看看他 就一摸 超燙 他整個人發燙到一個 我就想不行了 立刻送他去 就是去醫院檢查 那因為沒辦法 有一個人帶兩個小孩 所以我那時候小的還背在身上 然後牽著大兒去看 就是進去看 一進去 然後醫生一看就說 這就 你知道媽媽真的是很可怕 因為我第一次碰到 就是我在生活上 很常聽到別人說腸病毒 可是你知道自己碰到以後 真的是 而且加上我又有一個四歲的 是四個月的小孩 然後一感染 真的很可怕 他說好 那趕快把他們兩個隔離 帶回家 然後就完全 我真的是嚴格的禁止 我的大兒子說 你真的不能碰弟弟 然後到了晚上 兩個小孩終於睡了 我真的是像發了風刺 我就想說我要把全家都大消毒 然後人家不是說 人家不是說就是要用那個 漂白水 稀釋嗎 對 我從晚上九點 開始擦整個家裡 所有他們碰到的東西 我直接擦到凌晨三點 然後擦到凌晨三點的時候 我就覺得不對勁 我真的好暈 好暈 我想說我怎麼了 我是不是太累了 對 我很想說到底怎麼了 我就打電話說我老公講說 我覺得我是不是也病了 我說我好不舒服 我是不是被他們傳染了 我老公說 他說你發神經 你從九點叉到現在 你不中毒才怪 他說你趕快去休息 趕快去休息 我真的是發風刺的叉 那我就算很幸運 是因為我真的算是隔離得很徹底 所以我的小孩 就是小的那一隻 是沒有感染到 可是因為我會擔心 因為大的是上幼兒園 那我會擔心說 學校如果這樣持續流傳下去 就會感染 如果我的小孩即使好了 那這個東西持續流傳 其實也不好 所以我就打電話去學校問 第一通去學校 老師說沒事啊 沒有人得藏病毒 我怎麼可能 過他電話 沒多久 我又再打一通 我就連續打了三通 老師都說沒有 我覺得不可能 兒子只有去學校 家裡沒有人生病 我也沒有帶去任何地方 絕對 就是學校 所以我就 我就會堅持 我就把我兒子抓過來 我就說 請問你在學校 有發生什麼事嗎 同學有怎麼樣嗎 然後兒子才說 有一個小朋友 他中午吃飯的時候 都吃不下 他說他 然後老師就說 他頭燙燙的 然後想想 這就是 這就是腸病毒嗎 對 還好我就接收到 兒子這個訊息之後 就看到有媽媽私訊我 就到我的粉絲專頁私訊我 說 你們家的孩子也沒有事 就是我們家的孩子 確診腸病毒 我才說 我就 一看到以後 我就整個是 所以還有其他孩子嗎 然後他就說 透過他所知道的 同班同學 已經有補購了 好 有沒有 這麼嚴重 我立刻再打下去學校說 老師 腸病毒 其他同學也有 老師 對... 我們剛剛接收到消息 所以我們要 停 停班停課 我這時候才終於鬆下來 想說 好 終於停班停課 開始認真的隔離 我就覺得 其實媽媽只要碰到 腸病毒三個字 就會很像 發瘋似的 因為很怕就是 嚴重起來 其實真的很可怕 所以生病的人要老實 真的 老師 你看帶來的災害有多大 像我最近就遇到一個 一個家庭 然後裡面有兩個小孩 然後第一天就是 媽媽帶 那個五歲的哥哥來看病 然後就說 那個醫生他 然後整個人很倦大 都會說全身很痠 第一個那個感覺就是 應該是流感 快殺一下 果然是 然後我們就給他趕快刻流感 然後衛教說 媽媽你要趕快好好的衛教 那個隔離好 然後不要讓他 不要戴口罩 不要讓他傳給其他的家人這樣子 然後媽媽就好 那我隔天就把他送去外婆家 不要再回來了 然後隔天 那個小朋友的弟弟 然後也是發高燒 然後這時候就像慕容醫師講的 這個有接觸死嗎 看聽起來 然後又覺得應該滿像的 然後進來的時候 爸爸帶著他 然後爸爸來也是發高燒 然後可是就很奇怪 爸爸一直跟我說 醫生 我的喉嚨超級痛 然後我的手長得超多 紅疹的 就看我們的照片 太冰險了 對 然後兩個人把舌頭壓下來看喉嚨 對 所以就是 不要只以為腸病毒 只有小孩子會得 大人也會得 對 而且大人得 其實比小朋友更痛苦 更難處理 對 因為那個紅疹 其實是會痛的 很痛 而且那個接觸就是 因為媽媽把老大 帶去外婆家之後 爸爸只能帶小孩 然後所以就是吃飯的時候 就是你一口我一口 你一口我一口 所以小朋友從學校 帶腸病毒回來 爸爸嚴重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